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今天我们来讲中日加古战争 我们知道今年是中日加古战争120年 今天我们也意要调取一场战争 是怎么样发生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加古战争的有关爆发的原因 有两个朋友看到的都是日本基本的观念 这两种观念以为是拉着正确 你可以看一下第一种观念 用的是加古战争 它是偶然爆发的 那么第二种战争 第二种观念是什么 它是有论模的 对吧 那么到底拉着什么的证据呢 我们得深入的了解 看看到底什么 这种战争实际上的话 是日本最难对卫欺骗扩张的政策最可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 日本的大陆政策导致了这种战争 日本的大陆政策不是在加古战争才有的 它实际上是在可以追求到分尘757的 分尘757这个人 大家很清楚的有点好 这是一个师父国的1536年到1598年的 一个日本著名的政治家 他原来不叫分尘 不叫分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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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 日本天皇 自信分尘 所以就改成了分尘性 他原来是伟道国里一把命 直前信堂的故乡 后来直前信堂 遇惜自杀之后 取来北京 就住了日本的关牌 关牌就是了日本的主天王的一个全关 在1590年分尘秀奇统一了全国 将关为止的话就是让他自己的阳子 自己呢成为太国 这是分尘秀奇的基本的经历 分尘秀奇在日本对位科目史上是很有名的 我们看一下这张画 这是他给直前信堂写的信 明确提出了要欺略朝鲜 欺略中国 要把三国和岸三维基都为三一 为了实现这个和他的所谓的梦想 从1590年开始 就派丁欺略朝鲜 调花了七年时间 并且呢 在移动在尊秀上取得了进展 跟着潮水的营养 修复了他的名字 这个暂时的军事生命 是分尘秀奇 得以往前 显示要征服住人 托八家族的野心 不过他妈妈 后来又为尊士的实力 所以他妈妈 他没有能够实现他的这个梦想 但是他向大陆靠张的这个思想 却给日本留下来的理论 所以我们说他是日本大陆政策的一组 他这个政策影响了很多人 以后不断有人继承他的一致 比如说德川洛夫时期的改革思想 叫总腾奇缘 这个政策影响了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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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耗令世界 他提出呢 要征服中国 竟然耗令天下 他设计的就是要把日本的天王 建立在南京 然后呢 其他部国向他们朝 大概就这样一个论调 他这个论调会成为雨泪粉 实际上 组成七年之类 我们看一下在墨古的末期 还有一个思想家 也是大陆政策的思想的源头 这个人的话 在日本历史上很有名 他没有出国 但是的话 很多居民的政治家 都是他的名家 大约属性啊 伊同博文 就是他的决策 在1853年 美国陪里率领舰队 扣克了日本的东盟 所以俄国也跟着来了 叫日本贝克台国 习近平的声音的话 他就认为 这是日本的军中时期 那么怎么样才能做 迷惑这个手势呢 他提出一个 这种非常有益的彼等 这就是博朝论 这个博朝论的话 很显然 是以侵略朝鲜 和中国的东北 作为代价 作为代价 这个观点实际上是 明治时期 初年了 甄哈论的 一个先生 所振兴的影响啊 莫福孝仁 这个人明确提出了 甄哈论 莫福孝仁 被称为 维新桑节之一 他就鼓吹 要征服韩国 这是他的一个 基本的观点 你们可以看一下 明确提出了 要征服韩国 1969年12月 日本政府 采纳了他的建议 决定向朝鲜 派出使劫 实际上是为 武装侵略做准备 后来日本政府的话呢 也想去跟朝鲜 去接受朝鲜 但是的话 也先用实力 他的武装侵略政策 没有立即实施 到了1884年 日本利用甲骨战争之期 中国毛 无法入境朝鲜 这个时候日本的话呢 就支持朝鲜 国内的开发党人 搞了一次政变 启动建立 亲日的快乐政权 但是这次政变 在中国的帮助之下 朝鲜 迅速地 停电了这次战争 所以日本呢 启动鲁空了 于是日本国内 就出现了一股 强烈的反华人教 由伊斯 人呢 就引吹 跟中国 绝与其次战争 那么战争官的话呢 其中一个典型的 就是日本饲料家 福泽尔吉 这个人大家可能听说过 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领导 在日本英雄很快 这就是呢 脱亚 脱亚的文明 它为什么叫脱亚 因为它认为西洋的文明 才是真正的文明 东方的文明呢 也就是说 那么日本不能跟 栓亚的两个国家 唯一 要走西洋的文明 然后就说呢 跟西洋一道 来欺骗和挖分中国 这是在思想原则上 我们可以看到 在加入战争之前 实际上 这种思想 就是跃跃流止 那么 这种思想 在民治政府初期 就转移直到的现实 就是说 它有政策的支持 我们看在政策上的这种变化 从1898年 日本民治政府 开始进行威胁 也就是改革 因为日本在此之前的话 受不平等条约的速度 跟我们一国家的差处 所以日本政府的方向认为 教育的报 不利用法的发展 就总是想改变个人的意味 那么怎么样才能改呢 那就发展自己的国家自强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于是通过了一系列的资本主义 改革的措施 大卫就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于是的话 日本的经济得到了顺续的发展 比如说它的工业资本 资本增加了13倍 商业资本增加了3.5倍 由于这么容易的 迅速的发展 垄断这种事也开始出现 但是对日本而言 它有一个不好的 那就是它是通过自上而下的 改革主义的道路 这就会在发展的过程中 大量的保留分件因素 因此在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时期的话 中国主义思想 实际上得以保留 好 这个就是实际上 促成了大陆政策的推进 为了实现大陆政策 怎么呢 它们从海陆两方面进行 构成分件 我们看一下海军方面 日本在明治之前 海军力量非常流行 在1968年 在1968年 明治政府 就意识到 要发展海军 而于是它设置了海陆盆 所以 后来把它单独放开 但是它这个军队数量不多 盾位不大 为此的话呢 就小一国 构置三周 在1881年 他们专门制定了 发展海军的二十年几方 几方每年造三周分件 但是的话 紧记录了一年之后 他们就把它修改了 因为他们认为 这样的话太慢了 太慢了 于是把它改为八年 美年造建六周 在1885年 再一次修改 优先发展 战斗舰 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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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 为了队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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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铁�铁��� 发展海军的战略 你还可以看得到日文天皇 拉上了自己的公平名字 来发展这个地方 并且在官邸中间开展了海防现金活动 拉专门的财经收入来进行发展 通过举国发展海军 最后在1892年 也就是在家务战争前期 反营了海军发展激发 这就是以赶超海洋舰队 作为目标的发展激发 海军到家务战争前 已经拥有了不可消失的力量 那么陆军方面 到家务战争前期 日本陆军去原有建立的近卫军职位 又建立了六部师团 平时的兵力达到了七万人 居然政策上的发展海洋舰队 日本政府又通过派这样一些人 到中国去进行搜查情报 推行大洋舰队 日本政府的话 从1879年开始 陆陆续续派了一些建言 到中国来搜查情报 1879年初派对降校十日人到中国调查 为发动战争做准备 其中包括外堂中途 在1880年参照反复派了小学友宿 等十人到中国秘密调查 他取了1880年来多余分之位 1886年再次来到中国 这个人的话呢 在中国进行调查之后 绝对写了一本小册册 这是他的小册册的名称 这本书叫做《征讨经国策》 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想为什么写这本书 也是一种具体的名称 第二部分的话 是关于具体的征讨计划 具体的征讨计划也就是设想 小册又自设想五年作为准备期 到1892年反正准备 适机对中国发起进攻 好 我们看一下他的具体的这个计划 这是这本书的竞争方略方面 包括三部分 皮网形式 作战计划和刹斗 他对于清政府的这个状况 谋得清清楚楚 认为清政府不是真正的成大 对于这样的国家 不要以信力交往 你跟这种断仁禁止之方 是作战计划 你们后来可以看到 小武战争实际上 到底上来说也是按照这个计划 就是先以海军 击败中国的海军 他计划派八个师团 分两部分 进攻中国 一部分的话呢 是北部六部师团 在海军的沿赴之下 任进之地湾 从三海关 到网口之间登陆 然后的话呢 要进攻 通攻 拜金 另外两部师团 是在长江 进入南京 当然这个 第二个部分的话 日本人家无人家 没有资金 那么上后的话呢 就是要把中国 把六大块 这六大块是这样的设成的 都把 给清政府 那么三海关 以及 长江以南 长江以南 黄河以南 包括 这里 山东 山西 还包括 荷兰省 荷兰省的 黄河北岸 江湖 部分地区 都称台湾 黄河北岸 这个直接放在日本 长江也十里 也就是 三十九公里 全部放在日本 然后呢 就是 黄河 以南 黄河以南 长江以南 居然成立一个国家 用日本来管 但是的话呢 这个只是日本的一个使国 要关于 或者中国的其他移民的后裔 来从这儿 那么长江以南呢 在 长江以南的话呢 就 恢复明朝的本地 然后的话呢 在中国的话呢 在西北 可能还有西南这些地方 专门设立两大块 一大块是 甘肃和雷武 转戈尔这些地方 就专门用 酋长来投资 西藏 青海 新疆 用 大老大妈 来投资 只是说 这两个地方 都可以设日本共资 为什么设两块呢 小学就认为 这地方非常重要 这可以改变日本的 这个侵略形象 你看我日本侵略 也不是专门用很多的统计 我还让他们自己 不认为了反对 好 参谋本部 对于 小学就许 这样一个灭亡中国的 狂门计划 非常的清楚 实际上后来的话 感觉有些是 按照他的事情来干的 所以从 思想到政策 我们可以看得到 日本政府 实际上 在加勒战争之前 已经做出了充分的准备 要齐悦中国 所以他的战争发生 不是很多人 他不是很多人 那么 日本为什么要发起这个战争呢 有很多原因 其中包括日本的 这么容易的发展 他破解的需要 商品和原料市场 开个自我殖民地 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 这个小国啊 本国的话 确实就是资源了 所以他发展这个努力的话 他就急需要这些东西 那么 日本的这个资源是哪呢 他们认为 自己的利益线 就在当地 好 就在当地 因为的话呢 在加勒战争之前 日本 国内农争比较尖锐 因为在1890年 日本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经济危机 工人企业 农民似乎的农民 所以这个时候 矛盾很激烈 日本政府会来 卷移国内的斗争视线 所以我们呢 继续要发展 一场战争 总而言就是 很多因素 既有思想的因素 也有经济的因素 还有呢 积极社会的国际 等等就是因素的自己 日本政府就决定发起 这些问题上次 好 我们看一下大陆政治的 最继续的执行过程 日本侵略大陆 首先是侵略朝鲜 作为侵略 加勒战争之前 日本侵略朝鲜 必然与中国发生冲突 在1898年 也就是明治政府 刚刚登基 那么就派使节到朝鲜去 送来一个这个王正复古报纸书的一个东西 告诉朝鲜王 日本天王已经登录了 已经登录了 但是的话 朝鲜的话呢 不领他 而且的话呢 与博士 为什么 因为这个王正复古报纸书里面 都具提到皇上 皇皇帝 对朝鲜的这个口气是吃 所以朝鲜王 我觉得 这样的字眼 不是你日本人能够用的 是用大清皇帝才能够用 你对我这样的用是 侮辱我 所以拒绝接受的 不认为跟日本人直接打交道 日本人的话就觉得呢 因为朝鲜任务这样直接打交道不行 那个一起来通过清政府 因为清政府是朝鲜的来公主 取得如果清政府取得平等的地位 那么胜利就取得朝鲜高位的地位 于是的话呢 在1871年 日本派行业 与清政府来进行谈判 最后清静的一个中日修好朝鲜 这个朝鲜基本上是平等的 但是的话给日本提供了一个 也就是 实际上反正是 产允了日本跟中国对等的地位 这个对等的地位 对朝鲜来说不是好事 要不要实际上去取得吧 在朝鲜上面的一个地位 日本政府时刻想利用这种地位 去迫使朝鲜打开公门 在1873年发生了一件事情 叫人羊舰事件 这个事件是什么回事呢 日本人群舰在朝鲜的西海岸进行测量 结果的话呢 遭受了朝鲜的首尊 在江华岛的首尊 抛弃 日本政府呢就抗议 找谁抗议 找清政 清政府说 你这个是违反国际工坊的 你为什么到他那里去找呢 另外一个时候就发生了 那个朝鲜的话是我们的发生 反而我们一般是不干涉这阵的 所以你有什么事情你可以直接找他 好 这个话 日本政府的话呢 就是找朝鲜 好 这个的话跟朝鲜的话呢 进行教授 最终迫使朝鲜 签了一个条件 这个朝鲜上明确规定呢 朝鲜是自主之邦 这个不是要为朝鲜 获得独立自主的地位 这是什么 实际上什么呢 日后 日本 把朝鲜 从中方关系体制底下 露出来 打好几句 第二句 明白什么呢 日本 正是跟朝鲜打交道以后 讲这些事情 那就是原武力变 使日本又进一步了 清理朝鲜 做了努力 原武力变是怎么回事呢 是在1882年的8月 朝鲜的士兵发起 因为欠想的问题 发起病变 在这个论里面 杀死了 日本教练官 为什么会有日本的教练官呢 因为在1876年以后 日本不断渗透 影响朝鲜的内政 朝鲜国内 插上了一批 清日党 所谓开发的人 他们想跟日本建议 刮起 而朝鲜国内的话 在这些人的鼓势之下 也就把一些日本的尊光 引进来教练朝鲜的尊队 进行所谓的改革 日本人趁机利用 这个事件引起了 淘水奴隶 一批清华的淘水人 不满 在1882年的话 这些被日本尊光顺利的军队 里面的士兵 因为欠想问题 发起病件 攻略忙碰 士兵和纯队 杀死更要探通的日本教练 随后的佛兰 围攻了日本的士兵 这个日本 就是朝鲜的使臣 叫做发财 王毅治 逃走了 所以返回了日本 在这些变道部里面 日本的军队和使唤人员 被杀掉以下来度 日本政府的佛兰 就决定派兵进入朝鲜 于是特使朝鲜政府 签了这么一个条约 这个条约叫做 政府条约 也就是你们教杀上所提到的 圆圈条约 圆圈条约 这个条约是日本取得了 治兵案件的 权利 1884年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使日本的侵略 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那就是《假神政变》 《假神政变》 是1884年 日本以东法战争 中国无瑕目击之际 策划朝鲜国内的侵略派 开发了 发起的一场政变 在这一年底 朝鲜游政局 落幕 就是落成坑 总办洪兴职 邀请各大臣 以及各国公使参加典礼 趁机阻浪 杀害了一部分的大使 同时成立了侵略政权 这就引起了汉城民众的托马 于是他们就去呢 找中国最朝鲜的通风大臣 袁世凯 以及中国最朝鲜的军官 包括张光潜等人 吴兆勇等人 要他们呢 帮助镇压这些派遍 袁世凯等人的话呢 就派遍队进攻了王农 把王农解救他们 把这些大臣解救他们 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办呢 日本军队发生了冲突 发生了冲突 好 日本在事后的话呢 一方面强迫朝鲜亲的派遍 要赔款 要谢罪 还有呢 崇拜兴头 另外呢 还有一个是 重建日本时代 同时呢 跟中国呢 又前进了一个 贴心会议捐条 这个时候呢 对于日本来说 取得了 跟中国一样的地位 那就是呢 中国两国 任何一个国家派遍 都要复生一套 实际上是把朝鲜 置于中国和日本 共同的 监管之下 监管之下 最后一个事情 那就是呢 金鱼争卫士 日本国内 教肖又二 协制 那么金鱼争世界 是什么世界呢 这个世界 对于中国关系 查思纳 一点点兴起来 他实际上是 看法国家领袖 假身变变的一主角 在这个政变失败以后 逃到了日本 朝鲜政府 就想把他抓起来 或者什么 滥撒掉 但是呢 都此不复 到1894年 这个金鱼争被引诱到了上台 出界 然后把朝鲜国内派来一个叫做洪中雨的人 把案子上了 好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的话呢 朝鲜国内 朝鲜政府 就请求清政府把这个洪中雨引读回朝鲜 把金鱼争的尸体送回去 当时的话 你们就答应了 说送回来没问题 但是有一条 我答应 你跟日本人是这样的 就是清日中的尸体 你过来就在那 有任何的木鲜 好 朝鲜答应 于是就把他送回去 结果的话呢 朝鲜政府 还是把金鱼争的尸体进行引识 这个引起了金鱼争在日本的友人的奉行 然后就是跟日本的义工污辱 于是的话呢 就看不出来要挟持 要根据他 当然 没有借口的办法 足以发现要战争 所以日本政府没有了立即行动 日本政府真正出兵的借口 是东水岛起义 东水岛 什么叫东水岛 实际上就是中水 是这样就是吗 要跟中国 喜欢的 胡道 好 好 这个是 这个奇迹的话呢 郭文贞 日本 就又凭中国出兵 然后呢 根据天津会议冤条 他也派对到了朝鲜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形成了一副冲突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清政府面对日本的不顾建议 到底是如何反应的 总 一直简单的一句话 那就是清政府反应很直动 凑事不利 内部矛盾之人 所以严重的影响了中国的备战和自卫 所以严重的影响了中国的备战和自卫 好 还有一部分是李文章 我一带出来的李文章 是夹在中间的 那么光是皇帝的话呢 在他的周围有 温东泽 李文章 志瑞 文景氏 这部分人 想政政经理 想几句秦明 但是没有实现 此前面后回首的政政人 包括龚清王一新 李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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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尊王 李邝 还包括尊基大臣徐永仪等这些人 这些人的话 找不着尊重视权 但是对外了解不多 不愿意开尊位要 总是想避诈 保护 而且的话 他们急于的筹备慈禧太后的六十兆人 所以不愿意就会有可能 在这个两个之间呢是李文章 李文章实际上呢 在一定程度上 赞赏地道的武器做法 但是的话呢 他又 没不想对于作战 他对日本实际上有一定的解体 不过的话不想对于作战 只是希望基督列强的调停 来解决一个问题 因为一打仗 他的百零的资本 就可能来损失 所以实际上的话 李文章最大的希望 就继续在列宗的身上 而清政府的话呢 在军事和外交方面 都没有为这种战争做出准备 军事方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 百零战队成立以后 中国海军没有再填离出军舰 海军建设没有跟上来 陆军方面 虽然也进行了武器中卖的更新 也采取了部分的新法 来训练 但是实际上的话 没得到的变化 所以中国实际上是在被动的情况下 进行进战 在外交方面 这个时候中国的周边 是狼牙四起 列强三十 地固屈于危机状态 而清政府的话 毫无郑重 对于日本呢 可以说了解不多 很多人把日本的东洋小国 是东客又不是 仍然是这个 迁考上国的一个心态 去对待这个事情 这是清政府的这个应对 那么日本出兵朝鲜以后 清政府到底是如何呢 化解这个危机呢 他想的办法来做是两种 一个就是与日本进行外交交涉 日本的主要交涉 主要分为这样四个时期 从1894年的6月12号开始到7月25号 分为这样四个时期 首先想交涉 同时设兵 但是日本不同意 日本提出了一个方案 那就是先要监督朝鲜内政改革 于是的话 在6月16号到22号 就谈这种改革的同事 当时是先改革 还是先设兵 双方为此真嫩不休 22号 日本正式集中了第一次 绝交涉 由22号到7月14号 中国之间这次交涉 制服中国的重心 放在了希望列强调停的基础树上 希望特使这种特征 日本中国的话 根本没有把列强调停放在眼中 在7月14号 齐出了第二次结局 这次结局之后 中国主战空气比较凝固 当时的话 中国国内像李宏庄人员暴露 这种希望 希望日本能够 也希望列强 它能够押押日本 这是大致的朝鲜物理的交涉 那么第二次 重要的外交活动处置 主要就是全球列强调调 参取的办法是以一致敌 关于永瑞一致敌的办法 学习界有很多不同的观点 没有兴趣 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一致敌的办法 最先李宏庄想到的是 莲俄之 怎样要上纯李宏庄 就找了英国制法公使奥格拉 要他打电报给英国政府 劝阻日本禁兵 但是英国的外相明确的拿手 绝不愿意采取威胁的手段 来对护你们 所以这条路 本人这条路都死了 于是李宏庄把希望 就寄住在俄国人的身上 6月20号 李宏庄请俄国驻罚公使卡西尼 把电报给俄国运送 这条路都表现实 颇为积极 说我们要劝告日本 并且表示将以武力 亚俗日本 在一斗城上 也做过这样的承诺 而俄国人什么地方做呢 主要是固定到远东的利益 因为这样做的话 可以增强俄国在远东的势力 而且当他听说 李宏庄去寻求英国的调停的时候 就觉得可能会给英国人 以干涉的机会 于是的话 就想抢在这个之前 来进行调停 然后进行调停 因为我们知道 在加古战争之前 实际上在远东主要封锁的对象 就是英国两个国家 他们是同意 所以俄国想在这个世界中 抢得优先权 正是基于这一点 所以俄国群向日本政府提出兆费 要撤退 但是日本政府委婉地拒绝了 同时保证 如果中国政府不直接挑战 那么日人在任务的情况下 不惜主意 好 那么这就使得俄国消息 不调停也可以避免战争 以此后来的话呢 俄国就开始由原来的积极的态度 转向消息 俄国也害怕 让各种地干净来支持中国 会使英国导入日本一遍 导入日本一遍 所以在7月7号 俄国的外交大臣 就变告卡西迪 不要卷入朝鲜的纠纷 不要被中国利用 暂费中国的一遍 这样会跟日本一遍 在7月9号 卡西迪把俄国政府的这个业舰 转到了林丹 李洪章听到这个消息 非常气愤 大师所望 他说这个俄国人怎么说话呢 跟前面怎么不复够呢 这条路实际上就毒死了 但是毒死了以后 英国人实际上 往外交易发生的转变 所以李洪章马上就转向了联宇至宇 在请求俄国条件的同时 当然他也在请求英国人挑选 英国最先 刚才我说了 是采取不干涉的政策 但是由于俄国一度表示具体 英国人呢 就害怕俄国趁机到聚老去 所以的话 由太多方的转变 表示愿意挑选 这个太多方的转变 使李洪章啊 一度看到了希望 他甚至跟英国人说 希望你们英国 派你们的远渡舰队 跑到日本横滨 然后我们呢 跟英国军业公使 一起去亚洲这个日本 要日本政府的方案 退让 但是我们知道 英国他想要什么 实际上是基于 战争被危及自己的利益 由于英文就想这样做生意 同时回来 排斥俄国 所以他那个条件的话 并不是真正为中国 都想要 所以他向日本放了一个兆费 这个兆费给日本政府 造成了这样的印象 英国只是想条件 他并没有真正表示 要武力干涉 所以不接受也没有关系 没有情况 后来他还跟日 这个英国政府做了保证 我绝不侵犯你在长城的利益 所以正是基于这一点 英国的态度又发生前变 7月22号 英国召费日本政府 表示今后攻入两国 再发生战事 你知道会损坏我在上海这些地方的利益 那么我们就不干涉 就不干涉 好 这样一来的话 实际上等于 年龄期也落空了 前政府实际上还找到了 美国 法国 德国 但是这些国家呢 也只是给日本政府 发了一个造费 以后再也没有消息 再也没有消息 好 他们甚至有在表示 你像德国造费之后啊 像日本政府表示 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要用他决心 你真的把他打一架 把他打死他 这实际上可能是松赢日本法杖 所以日本政府的话 在这种 外交反境之下 就发起了这种战争 好了 下期再见